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你好张律师栏目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一个非常特别的案例 有一位厨师通过自己非常特别的厨艺天赋发明了三道菜 于是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张迪凯律师就利用这三道菜 帮他成功的申请到了美国杰出人才绿卡 而且时间仅用三个月 看起来申请绿卡是非常顺畅的 但是谁知道呢 在他成功获得绿卡之前 他已经尝试申请绿卡长达十多年 而且多次被美国移民局拒绝 为什么张律师可以成功的帮他申请到呢 而且之前所犯的错误到底是哪些呢 我们今天来听听张律师的详细的介绍 张律师你好 大家好 张律师首先我想知道这三道菜到底是什么菜呀 好我们来谈一谈第一道菜是手擀面 但是是绿色的 因为它是用这个菠菜汁跟这个面揉在一起做出的这个手擀面 但是上面又铺一层这个红萝卜的这个酱汁 然后再撒一点鸡油 那样子的话是一个又健康 但是又一个西方可以接受的一个这个手擀面做法 所以这是第一道菜 第二道菜呢 是一个用火龙果做的一个水饺 它的皮是火龙果汁所做出来的 然后里面是包龙虾 所以也蛮特别的 然后第三道菜是一个这个葱油饼 但是葱油饼它的这个软度和这个形状完完全全就是美国的donuts 所以一个带咸味的这个葱油饼donuts 这三道菜让它成名 然后我们用这个三道菜证明它的原创贡献 我们证明它的这三道菜让它得到了高薪 然后这三道菜在它的这个餐厅里面 它是主厨 所以它带领了它的餐厅成为一个很很重要的领导 这道菜有各式各样的报道来证明它是多么的杰出 加上它还得赢得了很多的这种奖状 在过去这十年当中 所以它是一个厨师界里的杰出人才 送件没有补件一次就批准了 所以在差不多三个月准备案子 然后不到三个礼拜案子批准 所以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这所有的过程 不过有什么问题可以尽量问 刚才您说到这个厨师啊 在您经手之后 这个案子通过三个月就得以批准了 可是为什么之前他申请了十多年却被拒绝了呢 其实这个案子我们花了三个月 我们不是不愿意花五个月或六个月 原本我们是打算要花六个月的时间去做这个案子的 但是这个客人已经没办法给任何更多的材料了 然后我们也已经把这个案子已经做到最棒的一个这种程度了 我们是argue六个这个criteria 十选三里面我们不是只是选三 我们选六项去帮他说服移民局 已经是做到最完美 所以我们不能做更多了 那我们送接这个案子其实不是很强 我一个一个跟你们分析 让你们来看看这个案子到底值不值得拿这个绿卡 然后你可以自己再评估自己的案子 对不对 所以第一他的薪水 低于十万美金 你是一个全行业里面最优秀的一个厨师 你跟电视明星比 这很难很难说服移民官说你的这个薪水是超级高薪 当然在厨师界里面 大部分的厨师薪水都很低 不管是在美国或者是在国内 所以我们申请用这个高薪的时候 他的薪水其实只是比别人多5%而已 大部分我们的案子 我们希望用高薪的时候是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两百 其他人有十万美金的薪水 我们希望你客人有二十万三十万美金的薪水 对不对 但是这个客人是低于十万 只是比别人可能高达5% 甚至要这个已经是我们用很特别的去算法去夺5%了 我们是跟全美国的厨师比 我们客人在加州 他应该是跟加州的人比对不对 我们把客人跟中国大陆比 但是客人在美国 我们是用美国薪水跟中国大陆人民币在相比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很勉强的在做这个argument 但是这是第一点 我们在这个上面也花了很大的功夫 去来证明每一个这个区域 每一个行业 他是做这个烘培的 和做面食的 和做这个煮菜的 和做这个西餐的 和做这个法国餐的 其实每一个厨师都不一样 要比的话也是一个中国厨师面食专家的这种厨师来对比 那他的薪水跟他们比又当然更高一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式子argue 第二他的奖项 有些奖项确实不错 有些奖项确实比较弱 但是最弱的是大部分的奖项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移民局很容易会拒绝说你的奖项 就算我们承认也是十几年前 我们看了他之前的被拒绝的这些通知 很多都说你那些奖项 那些比赛有些不存在 有些是只能国内的人去参加 只能政府单位的人去参加 所以这样子的话不是全国性 所以我们重新把那些东西全部挖出来 重新再argue一次说 确实是很大 是国际级的 然后一直继续的发展下去 所以在奖项的地方 我们也花比较大的这个努力去来证明 他赢了这个六个奖 就通过这十几年 就算小的 但小的是近期小的 大的也是以前的 所以大的小的他都有赢 全世界的各式各样的这种奖项 他都有参加比赛 然后再来媒体报道 以前申请的案子 以前的EB1A的申请 可能不到达200页 我们这次申请 当然只超过1000页 所以我们每一个东西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细致 但是报道也是只有几篇 然后很多是讲关于奖项的事 或者是他的 他煮的菜 不是关于专门讲他 他都评审 也是只当一个评审 他的薪水又是低于10万美金 然后他的这个原创贡献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三道菜 然后他的影响力 就是影响他这一个餐厅 然后我们解释其他餐厅也开始慢慢的去做 像类似像这些事情 所以说实在到最后 不管是高薪 原创贡献 评审 奖状 他在这家公司当的这个领导 这个当领导可能是这个案子里最强的之一 他过去10年 以欧万小型的这个杰出人才 在美国在一家餐厅 当一个这个这么棒的厨师 这这家餐厅过去10年 是倍倍的增长 那我们可以解释 可以argue 因为他的贡献 因为他的领导 因为他的这个面食 让这家餐厅赚了这么多钱 然后餐厅才愿意付他这个高薪 然后这个这个 这么多媒体报道 有去报这家餐厅 和报道他 那应该他是杰出人才 但是这也只是一个餐厅 他不是说在很多很多大餐厅邀请 他也没有很多的推荐人 说他是多么了不起 他就是发明那三道菜 那么你看这个人 是不是应该可以拿到绿卡 他没有跟美国公民结婚 甚至他已经跟国内的人结婚了 他在这里都有小孩 全家都是以非民的身份 留在美国的 他也没有投资百万在美国 他也不是 也没有做任何的诺贝尔奖的这种事情 不过他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厨师 做出了这些面食 但是移民局居然会看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然后发全家绿卡 你说移民局 EB1A是不是很有趣 有趣啊 张律师 刚才您说到这个客人 做了三道菜 以其中的一道菜为例吧 您说这个客人是用菠菜汁打到了手擀面里面 于是这个面呢就变成了菠菜汁手擀面啊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 不仅仅可以做菠菜 菠菜汁面啊 还可以做西红柿面等等各种各样的面 甚至呢有很多的朋友在自家开的厨房里 可以发明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美食 那这些朋友是不是也可以申请 杰出人才绿卡呢 你可能可以证明是原创 但是在移民局的规定里面 原创还要贡献 你光是发明不够 尤其是在食谱界里面 别人的食谱你只要加一滴点糖 这个就变成原创了 你就改变了 对不对 别人加白糖 我加蜂蜜 改变了食谱 这是原创 但是原创不够 一定也要贡献 所以他发明的这三道菜呢 有什么样的贡献呢 我要第一 在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大餐厅里 上上煮菜 再加上这个煮菜以上 又有新闻报道 又有很多饮食专家来 又有评论 又有得奖 然后大家来讨论 所以变成了一个hot topic 变成了很多人 却很关注的一件事情 所以影响了 他们的行业 就像发明patent一样 你是一个发明家 我们以前的客人 发明了很多东西 但是全部都只是一个 在他的脑海里 政府有一个patent 有一个专利 这不够 你一定要把这些专利拿去 让一个工厂买下来 然后去创造 然后上新闻 然后推广 那样子的话 你才有原创跟贡献 这样子才符合 杰出人才十选一 其中的一款 好 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详细的介绍 所以说光有想法还不够 还必须要有贡献 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贡献 比如说还要有媒体的认可 还有各种奖项的一个认可 看来真的是不太容易 张律师我想请问一下 您觉得在现在的 这样的移民环境当中 杰出人才绿卡 未来的一个申请趋势 你认为会是什么呢 这会更加严格 还是说会更加宽松一点呢 这很难说 不过现在2024年 我可以说 接下来会比较严 因为2020年 21年 22年 在疫情的情况上 很多人都在家 很多人都很多时间 很多人甚至没有上班了 他们准备了很多的文件 做这个EB1A 我们事务所就做了 很多很多EB1A 加上这个EB2NIW 国家利益豁免 所以移民局突然间 在2022年 23年 24年 收到了一大堆这种案子 所以他们必须把标准提高 来处理这所有案子 但是处理完之后 排期又变短了 我认为这个标准应该还是保持一样 不会变得更难 或者甚至还简单一点 不过这不是重点 移民局他想要怎么审核 他要多么的严 你不要 你不要看这个市场 就像投资 这个股票一样 你要是每天都在看这个趋势 你永远都不会去做 那你就浪费掉了时机 杰出人才的申请 你没有限制说 你只能申请一次两次或五次 对不对 你永远可以做完 现在被拒绝 好 我了解 我学习 我再申请一次 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大的勇气和自信 去学习 然后去继续准备 去improve 所以不要去time这个market 你要是是一个杰出人才 要是你比你的同学 做得比较好 对不对 混得比较好 你的人际关系比较好 你做出来的东西确实比较好 你认为你有可能可以申请杰出人才 你可以先从O1尝试 或者是这个NIW尝试 或者就直接跳到EB1A来尝试尝试 好 非常感谢张律师的介绍 张律师如果说 对于未来想要通过申请 解除人才绿卡的朋友 尤其是想要通过厨师 或者是其他职业 类似的职业来申请 解除人才绿卡的朋友而言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们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没有面谈 你在国内的话 可能会去领事馆面谈 但是你在美国的话 是没有面谈的 所以完完全全是看文件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看 你的这个你的简历 你可以提供什么东西 有多少人可以帮你写推荐信 他们的背景是什么 要是他们也是默默无名 那就没有什么用 他们在哪一个方面是专家 他们可以认可你什么东西 你怎么样会对美国造福 你过去这20年30年 你过去10年 你专精什么 你怎么样可以证明 你比你大学同学 硕士同学 甚至博士同学 更杰出 你要说得出来 要是你说不出来 没办法说服自己 那真的还是有一点困难 对不对 但是不用放弃 杰出人才到好处 是你所有的金钱和努力 是放在自己身上的 你不是投资给别人 你不是跟买一个仲介 买一个项目 你是扎扎实实的 把自己的能力 把自己的品牌 把自己的知识水平提高 提高到一个程度 美国认可发你绿卡 是个很值得去做 要是你有这个毅力的话 好 今天非常感谢 张迪凯联合律师事务所的 张迪凯律师和大家介绍 他到底是如何 用三个月的时间 帮助一个发明三道菜的厨师 成功地获得 美国杰出人才绿卡的故事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